MacOS降级该降到哪个版本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纠结了很久 通过多方面的调查 得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 那就是Mojave MacOS 10 10.14 为什么不是10.15 Catalina呢 因为10.15相对10.14 不但没有什么新奇值得升级的地方 反而流畅度发热兼容之类的体验不如10.14 从10.15 Catalina这个版本开始 不支持32位的软件和游戏 那为什么不是10.13呢 10.13对于未来来说有点过时了 现在是2020年的12月 苹果官网的建议是 如果回到老版本的系统 建议是10.14或者是 Catalina 而不是10.13 这部分信息我之前发过视频 据说苹果对MacOS 10.13的安全更新 截止到2021年的1月份 还有不到两个月 那10.14的安全更新至少还有一年多 这是从安全角度来看 另外Mohavi 10.14 它还有原生的深测模式和动态壁纸 10.13是没有的 在很多苹果Mac电脑爱好者的眼里 这几个版本的操作系统最受欢迎 一个是10.9 还有一个是10.11 还有一个就是10.14 但是也要注意你的常用软件 是否可以在这些老版本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如果没有刚需 请留在这几个版本 我常用的软件是ScreenFollow9 它最低支持10.13 所以我准备回到10.14 Mohavi 关于Micro-S降级有三种常见的方法 先说第一个方法 是用Time Machine时间机器来降级 我在升级到Bixer系统之前 用的是Katalina操作系统 升级之前我先做了一个Time Machine的备份 如果我只想体验一下Bixer 没产生什么重要数据的话 可以恢复Time Machine的备份 直接回到之前用过的Katalina 这很方便 因为Time Machine在备份数据的同时 也备份了操作系统 这个方法我以前体验过 恢复速度很慢 用的是机械硬盘备份 整个恢复过程耗费了几个小时 关于这个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请致电苹果客服 这次我不准备用这个方法 方法二 恢复笔记本原生自带的操作系统 这种方法不需要做U盘启动盘 通过WiFi从网络下载这台电脑的原生 MacOS操作系统 比如我这台MacBook Pro 它的原始操作系统版本是10.9 这种方法我也体验过 下载速度相当慢 相当耗时间 具体操作步骤 请致电苹果客服 这次我也不准备用这个办法 方法三 这是我准备用的方法 先说一下思路 先用Time Machine做好备份 在Bixer下面做备份 需要一个外置移动硬盘 有条件的用SSD移动硬盘 可以节省时间 从AppStar下载MacOS Mojave 10.14的操作系统 再准备一个16G的U盘 做成10.14的系统安装盘 通过系统安装盘启动 抹掉笔记本自带硬盘的数据 抹掉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 重要数据双重备份 抹掉之后 在这台笔记本上全新安装10.14 安装成功之后 再从Time Machine恢复数据 很多降级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真正不可控的问题才开始 这个不可控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Time Machine的备份 是在新版本Bixer下做的 在老版本系统上直接恢复会成功吗 特别是新系统上面备份的应用程序 我几年前降级的时候 是从10.12降级到10.11 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弄得很被动 完成了